我们国的抗日神剧 想必屏幕前的各位都看过 那其他国家有没有抗战神剧呢 有 而且离谱程度 一点不比我们的抗日神剧差 今天就给大家整一部战斗民族的抗德神剧 希特勒 完蛋了 苏联的头牌 不是 王牌特攻 舒拉伯格 铁柱 奉命前往纳粹总部卧底 刚到柏林 铁柱就霸气地掏出了自己的间谍证 骚嘞 搞错了 铁柱紧忙用单身三十年的手速换掉证件 并送上了一波人情事故 好嘛 才刚到地方 就损失了整整半个月工资 进入总部大楼 元首希特勒正在洗澡餐 见来了个新面孔 自然是要检查一番 头有没有洗 而是有没有掏 牙有没有刷 指甲有没有剪 大家不要以为我是在瞎编 认为他在检查有没有监听器什么的 这个真没编 他真的是在检查铁柱的仪表仪容 面试通过 这是一件值得庆祝的事情 不过因为异国他乡 铁柱只能独自悄悄庆祝 一杯福特加 一根酸黄瓜 一只天鹅舞 最后再看看家乡的大 不是 天气预报 这时铁柱发现 播报员似乎在向他打招呼 然后比了两个爷的首饰和外加伸舌头 铁柱分析认为 播报员应该是在向他传递情报 紧忙拿出密码本研究 在研究了整整一个通宵后 铁柱终于得到了一个惊人的信息 他是单身 第二天一大早 铁柱就潜入了总指挥室办公室窃取资料 不料文件刚拷贝到一半 就听见了开门声 他紧忙拔掉U盘从窗户翻了出去 当然 大家也不要问我二战时期 为什么会有U盘和电脑这种问题 在神剧里 哪怕是突然冒出个孙悟空那都是合理的 铁柱顺着墙边一直攀岩 攀累了 就来跟华子压压惊 我擦 没带火 兄弟 借个火 镜头拉远一看 墙上竟然贴着俄语吸烟区标识 好家伙 原来这里竟然是苏联间谍官方指定的吸烟区 为了配合铁柱更好的执行任务 上集还特意给他空投了一名美女艺店员 虽然艺店员没有带降落伞 但他却毫发无伤 因为 他自带了两个安全指数非常高的气囊 波波的超大气质 给铁柱迷的 直接掏出了十块钱给山头一人 给我拉手浪漫点的曲子 我要和波波跳个舞 也不知道是谁走漏了风声 森林里竟然埋伏了大量辣粹士兵 但两人丝毫没慌 掏出枪枪干就完了 剩下的交给导演 冲上来的士兵 丝毫没有影响到他俩的深情对视 等两人走到相距不足一米的距离时 士兵们也已经全部倒下 这下没人打扰我们跳舞了吧 来 上DJ 躺地上的都起来给我俩半个舞 在铁柱的帮助下 波波成功混入了辣粹内部 俗话说 男女搭配 干活不累 两人白天一起工作 晚上一起坐在天台欣赏战争的烟火 周末一起到郊外野吹 顺便再滚滚高亮地 为了证明他们之间的爱情 两人甚至玩起了盲人摸象的游戏 就是一群男人站一排 让波波蒙着眼睛 靠摸猜出来哪一个是铁柱的像 不得不说 波波还是狠知铁柱长短的 一次就中了 兴奋之余 波波直接跳了上去 玩起了蹦蹦床 凭借铁柱坚韧挺拔的身体素质 波波直接蹦上天 和月亮来了个肩并肩 还顺便将米国的旗帜换成了他们的 这天 有一个发明家找到铁柱 说他发明了一款武器 有点像个激光 但破坏性威力极大 他觉得辣粹已经快要完蛋了 所以想卖一个好价钱跑路 铁柱一听这话 立即向他表明了身份 表示自己可以帮他去苏联 只要武器好使 票子肯定不是问题 但是不巧 他们的谈话被一个辣粹情报官窃听到了 上面立即派出了辣粹第一杀手铁人来调查铁柱 这个间谍正在给女友刮腿毛 突然传来敲门声 是铁人 辣粹党第一杀手 铁柱立马猜到自己已经暴露 就想先下手为强 不料一瓶子尻下去 铁人一点屁事没有 果然 人如其名 于是铁柱又拿出棒子 枪枪 一顿猛如虎的操作下来 铁人愣是一点血条都没掉 反倒是自己 在人家手里就跟着小记载似的 被他随意拿捏 难道铁人就没有弱点吗 有 铁柱扯出两根电线 戴上电焊头盔 只见一顿火花闪射过后 铁人直接被焊成了一个骨灰坛子 铁人吗 怕电焊合情合理吧 没毛病 既然身份已经暴露 想继续卧底肯定是不可能啊 他找到了秘密接头人 接头人给了他一个箱子和三个选择 箱子里是那个武器发明家给他的介绍费 选择室有三个传送门 回国 中立 继续留在德国 铁柱表示想带波波一起走 接头人却说波波已经被抓了 此刻正在接受严酷的拷问 铁柱一听这话 梅丝毫犹豫地选择了去救波波 他来到审讯室 审讯官正在剪波波的头发 这么残忍的审讯方式 实在是太残忍了 看着心爱的女人受到如此折磨 铁柱类牛满面 立即挟持了身旁的军官 威胁士兵们放下武器 波波终于得救 受到惊吓的他完全不顾他人感受 直接扑向铁柱撒起了狗粮 而敌方军官也充分地向我们展示了 一个人质该有的基本素养 我在这儿 你往哪摸呢 在啃了半小时后 波波终于想起了自己的头发 鞋可留 头可断 发型不能乱 这可是断头之潮 直接就冲上去和审讯官撕逼了起来 俩娘们从审讯室打到擂台 从擂台打到床上 又从床上打到浴缸 有这么难得的好戏 让我当人质我也乐意啊 为了逃出柏林 铁柱和波波绑架了 正在办公室做饭的希特勒两口子 然后剃掉希特勒的胡子贴自己嘴上 伪装成元首夫妇成功逃了出来 两人打出租车来到边境 但要过境也不是那么容易的 检察员拿着证件一对比 你这看着不太像啊 波波剑撞紧忙抬头挺胸 看得检察员直哆嗦 不知道在证件上盖了多少个章 两人靠着这招通过层层检查 不料再进入苏联地界时 铁柱突然发现 波波竟然成了通缉犯 见苗头不对 两人紧忙撒鸭子撩 途中 铁柱腿上中了一枪 波波只能背着铁柱跑 德军见对面有枪声 也紧忙带着部队杀了过来 这下德国也回不去了 两人只能继续逃亡 结果却不小心 逃进了一个死胡同 玩犊子 死前先享受一把吧 这时 后面的墙突然打开了一扇门 门的里面犹如莫斯科的郊外 两人一蹶一拐地 在乡间的小路上跳跃着 从此 战争在与他俩无关 剩下的日子里将是柴米油盐 生娃带娃 给娃攒钱买房买车娶媳妇 然后继续带孙子的苦逼生活